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時候是真是我們 真是我們為神傳出的一個好機會 有時候我們接觸一些不同的朋友 在新年裏面 生牧師都提醒我們今年的年初 去關心你我他 關顧生命 雖然今年我們未必有很多實體的拜年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我自己都很努力的 有些朋友我們都聽了一些電影節目 周圍都探訪 有時是虛擬探訪 視像見面 早上跟海外見面 夜晚跟海外見面 有些關心身邊的人 也都關心電影節目 有些在關心的過程裏發現了 原來有些電影節目面對家庭的問題 正好這個時候就可以 更多的踏多一步 去到支持 去到幫助 去到鼓勵 所以電影節目不要讓她停好嗎 今年特別在疫情的時候 我們平時發的訊息 現在試一下 方便的話打個電話 讓她聽到你的聲音 聽到你的溫暖 好嗎 讓人和人不知 沒有東西可以攔阻的 當然我們減低人群的相聚 保持大家的社交距離健康 是要的 我們都要小心 但是不要停滯我們的愛心 好嗎 因為不法事增多 就會使人外心漸漸冷淡 所以求助幫助我們 我們依然有這份的愛心 依然有這份熱心 去為主作見證 好嗎 我們繼續今年 我們衛生作言 怎麼樣 我們依然有這份熱心 光 一起說我們是 我們是世上的熱 世上的什麼 我們是 世上的光 Amen 我們也是 所以我們今年很高興 一起繼續在神的話語 特別在雅各書 很想各位弟姐妹 預備你的心 不單止聽到 還要去行道 所以我們今年用很多的心力 年頭我們已經有18天 在雅各書裏面 那個只是前菜 每天一次經文 但是我們更多的 真的豐富 陸續有來 在我們的諸日崇拜 在我們的小祖裏面 我們很想 是不單止更多的明白到雅各書 我們很想更多 將神的話語盡心裏面 以至到我們行不出來 哈利路亞 在上次 1月2日 我和大家分享了 今年就是 《衛生作言》 興起作綱的主題的時候 我講了 原來整個炎好 光好 耶穌基督 是講一個熟靈的什麼 影響力 一起講熟靈的什麼 影響力 影響力 所以你知不知我們 真的有影響力 我們的生命是有影響力的 我都講過 我過馬路事件 立刻有人WhatsApp給我 這些生活的情況 很倒獄 原來我們有很多的影響力 並非你去參加什麼的選舉 那些才有影響力 原來我們生活上 大的事情 小的事情 都有不少不少的影響力 所以兄姐妹 不要看輕你的影響力 明白嗎 每一個人都在你的範圍裡面有影響力 你在你的同學裡面有影響力 你在你的家人裡面有影響力 同不同意 同意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身邊裡面有影響力 記住 我好像上次過馬路事件 你做是有影響力 但不做有沒有影響力 都有影響力的 所以兄姐妹 我們今年我們學習 活出一個積極的 正面的 屬神的 屬靈的影響力 好嗎 一起講 我們要活出 屬靈的什麼 影響力 Hallelujah 即是說這個影響力 影響完之後 那個人會繼續愛神多些 待會我帶一個例子給你看看 好了 所以我今年有幾次 除了我們講瓦角書 經文 我們今年全部都一起講瓦角書 過去你就聽見我說多些 今年不是的 我們全部同工團隊一起 但是都有幾次 我都有 比較 有一點自由的發揮 有三次 所以今年第一次 我會跟大家分享一個 叫做行事為人的影響力 就是我們其實生活當中 在年初的時候給一次鼓勵 願我和你 在行事為人裡面 我們都有一個屬神的影響力 好嗎 首先我們一起讀一段的經文 在《以復所書》四章一節 預備了 一二三 我為主作囚徒的勸你們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 就要與你們所蒙召的呼召相情 Amen 我們是蒙召的頂姊妹 耶穌是呼召了你和我作主的門徒 Amen 所以我們行事為人 就與所蒙的呼召要怎樣 雙情 一起說雙情 雙情 雙情 即是蒙了一種身份 你是那個身份 你就要做那個身份的事情 雙情 對不對 即是不同的身份 你看到那些 譬如皇室成員 他出來需要有一個他們的規格 做事 不同我們可以在街邊刀魚蛋 對不對 因為他需要有一個 他的身份上面 是一個對稱的見證 別人對他有沒有要求 有 有要求 原來今天我們在神裡面蒙召 我們有恩典 這個是祝福來的 但是在德上主恩之後 神都對我們有呼召 呼召我們作一個什麼 基督徒 Little Christ 即是神的耶穌基督 他自己的一個的代言人 你明白嗎 你不要說耶穌基督代言人 你作一個品牌的代言人 好像現在市場上面有個品牌 找一個代言 譬如假設我一個運動服裝 我是A公司的運動服裝 我找了梁永青來 給他穿這件品牌的衣服 誰知道有一天 他突然間在樓下打籃球 穿著B公司那件衣服 是一個好看的 你明白嗎 這個對A公司來說 你是我的代言人 你要穿回我的衣服 對他有沒有要求 有要求 因為我代言 我給他一件衣服 給他一個報仇 對他有益處 所以我們要知道 原來我們也是 主耶穌基督所呼召的 蒙召作主的見證 所以我們要明白 神對我們有期望 是不是 這個期望是怎樣呢 在二筆所書第五章 第八節又講到神對我們的期望 他說從前你們是暗會的 但如今在主裡面是甚麼 是光明的 光明的 所以我們行事為人 就當上甚麼 光明的子女 光明的子女 我們就要做回神給我們的 一種熟靈生命的期盼 所以繼續講下去 九龍西書都說 好叫你們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 凡事蒙他甚麼 喜願 在一切的甚麼事上 善事上 善事上 要怎樣做 結果子 善事上 結果子 所以當我們有這些時候 保羅就說 就會漸漸地 多知到神 原來今天我們要知道神 並非我們只是有多少知識 當然知識是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我們的復興教室 不知道大家剛才 你有沒有看 好好認真看我們復興家事 中間有一定的重量 復興教室都不只一頁 他介紹不同的童工 針言一之後針言二 我們有不同的復興教室 我們的童工的幫助大家一起成長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童工有很多盡心 一針言一之後到針言二 是不是 與神一對一 今年又不同 叫做同行版 你有沒有聽過 我們復興教室 有一些叫同行版 是甚麼來的 你知不知道它是甚麼 你報了你就知道 因為你同行完你就會知道 然後今年的士羅神學院 最厲害是有包德玲牧師教授 還有小弟 我都會教一下 你又可以一起學習 在神的話語裡面盡心 剛才剛才包牧師領受藥書阿記 我馬上很有反應 因為我正在預備著藥書阿記 裡面很滾燙 所以馬上回應包牧師祈禱 都在藥書阿記裡面 整個情景又出現了 很精彩 你又可以報 所以我們 但是這些對神的認知 不單單在神話語裡面 我們要在神話語裡面 但是這裡寶羅提醒我們 行事為人 對得起主 凡事蒙他喜悅 再在善事上結到果子 就會知道神了 更多 漸漸地 即是說我們對神的學習認知 這個是level one 知道了 你做了出來 做出來也不算數 你還要看你帶出來的果效 有沒有結到果子 真的結到果子 你知道我認知對了 有很多人回家很久都認識 你說任何聖經他都認識背 或者什麼 但是他做出來 做完出來的影響力 有沒有那種果子出來呢 如果有問號的時候 就推翻頭 就是我做了這件事出來 沒有一個真是結果的影響 就是我做得對不對呢 我做得對不對 就是我的學習對不對 你明白嗎 推翻頭是第一步可能有問題 我學習的動機 或者只是懂不懂 一會兒我們看經文裡面 有講解的 所以我很想問弟兄姊妹 為甚麼我們說要 要活出神國的影響力 但是其實我們根基 都要學習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是我們根基 那我們就要活出來了 你做出來 行出來 行出來都不算數 你看看有什麼影響力 先帶出什麼果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期望 求神幫助我們 今年我們一起 成為一個對神認知 跟神的關係更多 更深的教會 很簡單 我漸漸地知道我老婆 Sharon 最初都不知道 見人家買花 我就買花給她 誰知一買花就給她 這麼浪費錢 原來我這個行動 未必是對她來說 滿足到她 當我知道了她的時候 我明白了 原來買花覺得浪費錢 豆腐花一起吃 她很開心 我又明白她的生命需要 原來她需要一些服務的 我跟她捏一下骨 跟她做一些服務性的事情 她就覺得很滿意 我這個行為 是從認知裏面 做出來帶到果子 然後做對了 我就知道了 我漸漸地知道我老婆 你明白嗎 所以兄姐妹 我們對神 對身邊的人 我們在我們今年的學習 真的帶出這種宿靈的影響力 能夠真的讓我們成為一個 好行為 蒙喜悅 結果子 跟著我們 如果有這三樣東西 你知道 你是一個真的 能夠討神喜悅的人 今天我們會用兩個故事 聖經裡面出現 一個在耶穌釘十字架之前 沒有多久 一個在耶穌復活之後 沒有多久 就是耶穌釘十字架的前後 我們一起學習一下行事為人的影響力 應該都已熟能詳的了 我舉這些例子 大家都知道 我們說 毁身作嫌 耶穌是一個最大最大的 犧牲的榜樣 是不是 他真是毁身 他為我們釘十字架 然後使得兩下合而為 一種生命的調和 融解自己 其實是極致的了 所以耶穌記得是我們的榜樣 是嗎 我們都合法耶穌 能夠擺上自己 這個生命帶出來的影響力 能夠祝福到周遭的人 OK 在他釘十字架之前 就是走上過過他之前 之前大概六天左右 一個星期左右 有一件事就發生了 其實我說過的 我就拿出來 再一次提一提 這個六天 耶穌去到一個地方 叫伯大尼 一起說伯大尼 伯大尼 很熟悉 好,考試一下 我的同工 我先講過 耶穌去過伯大尼 多少次? 聖經有記載 大聲一點 大聲一點 即是很沒信心地說 大聲一點 三次 是的 三次 第一次就是在這裡 加分記載 耶穌去到兩姐妹接代 記得嗎? 馬大和馬尼亞 就是兩個馬尼亞 在他的腳前 馬大就在做 事後的事情 做著法郎 禮法敏診 記得他說嗎? 哎呀,你 就是 為甚麼? 不在意嗎? 他只有我一個人做 是吧? 所以耶穌做 你錯過了上好的福分 馬尼亞就得了 所以記得嗎? 我曾經說過 最重要的是哪個字? 在意 馬尼亞的侍奉 他在意著耶穌 而馬大的侍奉 他只是在意自己 沒有被在意 你明白嗎? 所以這個動機就錯了 所以耶穌調教他的生命 耶穌不是反對人侍奉 反對人是做一些事公性的事情 被貶低 有些人就是這樣解這段經文 其實未必是 因為我稍後 剛才這段 《約翰芬》十二章 繼續都是馬大侍奉的 耶穌很愛這家庭 之後第二次到《拉撒路》 《約翰芬》十章 到《拉撒路》復活事件 耶穌去到的時候 馬大第一個都是去到歡迎耶穌 耶穌都欣賞他的 耶穌素來愛他的 所以我們看到《路加芬》那裡說 耶穌第一次去到 服侍被接待 他的事務性的服侍 不是耶穌所厭護 耶穌要調教他的焦點 他在意著什麼呢? 所以這就是行事為人 我們要認知 三次去到 第一次就是 座椅事件 第二次就是《拉撒路》事件 我不是在這裡長講 這是第三次的事件 就是來到的《百大利聖經》 當然 很多詩經家相信 耶穌其實不止他三次那麼少 因為第一 和耶路撒路很近 第二 耶穌和家庭的關係密切度 他們對耶穌的回應 或耶穌對他們的擺相 應該是很頻密枉 不過《聖經》只記載了三次 這次是《聖經》有記載了第三次 耶穌就來到《百大利》 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女復活之處 有人在那裡預備了《賢夕》 曾經患過《大麻風》的西門 接著是《馬大時候》 都是他 《拉撒路》都在那裡和耶穌同席 接著主角 《百大利》叫什麼 《馬利亞》 就拿著一個極貴的珍拿達香膏 抹耶穌的腳 又用自己頭髮去拆 屋內就滿了基督的香氣 這篇信息我們經常都說了很多次 不枉費的敬拜 我們說了很多次 其實這段經文也真的很重要 留心 《馬利亞》她做了一件事 她把這個珍拿達香膏抹了耶穌的腳 整個屋內怎樣 滿了 香氣 即是她做了一件事 而影響了整個氣氛 即是今天我們行事為人 你知不知道你是在影響一個氛圍 整個氛圍有一種味道 這個味道很重要 你知不知道 有時候我們不覺得有些味道 有一天我有一群街坊上來 就吃榴槤 剛巧有些街坊也不太喜歡吃榴槤 喜歡吃那幾個就關心一下 不喜歡吃那一兩個 說打開窗在旁邊 這些榴槤 只是小小的 拿了一兩個上來吃 吃那些都沒有什麼味道 但突然間 跟著她說 今次也不算很大味道 但氣味不太大 誰知我們一說完之後 其中一個坐在最近窗邊的姐姐 甚麼不大味道 臭到死 有時就是這樣 我聽說 你會很在意那種味道 所以你明白嗎 有些人是新年時 或者不是新年的 家裡都會放些香薰 對吧 大家有沒有 你們家裡會放些香薰 無論在洗手間、客廳 不知道你會放些甚麼味道 通常那些都是 放在房間的婚衣草 待會放在外面的玫瑰 海水香味 那些 有沒有見過有人放榴槤味 有沒有見過有人放榴槤味 有沒有見過有人放馬幼味 知道甚麼叫馬幼味 馬幼是鹹魚 對吧 除非有時忘了收對物 有個馬幼味 一般都不會這些 給你放些好味道的東西 因為那種味道 你覺得心亢神疑 但弟兄姊妹 你有沒有想過 今天你在你的辦公室裡 其實你都在散發一個氛圍 今天你在你的同學裡 你都在散發一個氛圍裡 散發一種味道 不要說甚麼 今天你試一下 很簡單 我曾經問過一個人 你看看你自己 過去一個月 在Facebook、IG、微信朋友圈 所有這些 你總結一下你自己分享的東西 是甚麼 你拿回來看自己 好像大事回顧 看一個禮拜 你看你自己寫的東西 你散發一個 甚麼是屬靈的影響力 哎呀又說很不滿意 這個環境這樣 還是那些 還是有時自己的情緒不好 會說幾句話 我看看自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習慣 看自己寫過甚麼 當你一看自己寫過 看一年 或今年寫過的東西 和去年和前年 你散發一種甚麼的影響力 瑪利亞這裡 它散發一種影響力 屋裡就滿了 膏的甚麼 香氣 香氣 它要做到這件事 它要做一件事 要打破這個肉瓶 本來這個膏在這個瓶子裡 它打破了 膏才會流露出來 明白嗎 所以今年我們說 要毀身作炎 要為耶穌作炎 你要破碎你自己 記得嗎 我曾經說過 炎要怎樣才發揮功效 溶解 溶解才發揮功效 好像耶穌說 一粒蜜子 如果不是那些人死了 還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結出甚麼 許多子粒 要溶解生命 溶解生命 溶解生命 產生了那種氛圍 不一樣的 哈利多日 我剛剛早幾天聽見 亦都有些見證 很好 今年跟別人接觸 這些未必是實體見面 但是聽到很多不同的見證 就像剛才 健全道也跟我們分享到一些見證 其中有個大兄 去年時跟我分享一個見證 想孝順父母 總之就是 嘗試家裡 又要賣了 現在住的房子 又要嘗試大家 跟他搞銀行 大家幫忙 我家就要夾些錢 就很想買一個好少少的地方 孝順父母 簡單的故事就是這樣 接著呢 去到銀行做按揭 賣了現有的房子 也不夠錢 他有另一間房子 小小的 是一個偏遠的地方 他現在租了出去 就被人住 自己就拿個租金 租在市區裡面 方便上班 各方面 他有自己的物業 把物業拿去做按揭 本來談差不多價錢 誰知道銀行的經理就跟他說 你的房子不是自住 是租給別人的 租給別人的按揭會比較低 自住的按揭會比較高 不過這樣 當時 有沒有租給別人這些 你自己說的 我出去去廁所喝一口水 我回來看看你怎麼寫 你明白嗎 做那些 我們要如實相報 如實相報 即是批少一點錢 批少一點錢 即是整件事可能不泡湯 家人馬上 這樣 你明白嗎 你願不願意在這些位置破碎你自己 明知可能會破壞臉 和家人 明明這件事好事 想孝順一下長輩 但當你站硬 有些基督徒的立場裡面 整個氣氛逆轉 那一刻你會怎麼做呢 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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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情耶穌你也不空理我了 我自己拿到最大益處了 我們會做這些事情 還是要站硬呢 有時有些位置 我們願不願意破碎一些 可能別人對你的眼光呢 那就是我聽見那個 弟兄說 當時 他就拍三個筒 我一定搞得到 你相信我 我的上帝 總之 我背起這個責任 當然是如實相報 如實相報 當然是批少一點 當然是長話短說 一個很奇妙的見證 他本來在家賣那間屋 總之有一個價錢 賣呢 他的價錢已經比周圍的價錢便宜 總之周圍那些 開櫃過去 不知道為什麼賣完 硬是買剩去 搞了很久 他開某個價錢 就要開賣 誰知就是他在銀行 剛才那個事件 大概不過一個星期 他說奇妙 居然呢 總之有人看 之後就看對 最後的錢 他就開這個價錢 給他開那個價錢 突然間就多了一塊錢 買家願意給多些 再加上總之另外呢 她的太太本來是做一些 叫做自由式的工作 總之簡單來說 又搞定了她的報稅 從她那裡 又另外跟銀行甲 就批多了 一筆就太苦 賣多了樓 太太那邊的按揭 那裡 瑞丹就剛剛來了 也都可以搞定 總之兩個的增益 就塌塌陷 正正剛才 本來 可以用一個 又是叫做 說謊 或者叫做 隱瞞存放的情況 能夠拿到的批額 基本上 上帝就照顧了 所以 將一齊榮業歸主 好嗎? 哈利路亞 所以請知道 你願不願意 在這個位置裏面 你願意放下自己 破碎你自己 使得真正生命的香膏 可以流露出來 我們生命有時候 當我們站得很硬 我們的面子 或者某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可能沒有機會 流露出來 所以馬利亞 她願意破碎這個玉瓶 這個是玉瓶 不是普普通通的玻璃瓶 如果大家也有說 我曾經也有說過 猶大都說 哇 三十兩銀子 八達是一個很窮的地方 the house of poor 貧窮者之家 有人說這個地方 可能是麻風村 因此 曾經還過大麻風的西門 而馬利亞他們一家人 那些長輩沒有出現過 很可能這個是逆村 所以很多貧窮的人住在這裡 他們家底都不是那麼好 可能在生活上 儲一下錢 儲到一個這麼貴的香膏 他都願意為耶穌擺上 三十兩銀錢 看到我說過 三十兩銀錢 即是多少錢 有沒有印象 一兩就是十錢 對不對 一錢就等於當時的一天的工資 那這個數字怎麼算 一兩十錢 三十兩等於多少錢 十乘三百 不是 十乘三十 三百 三百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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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天 再加上五十二個安息日 所以那些人就說一年的工資 對不對 所以想一下 今天你願不願意為耶穌這樣擺上呢 再加上 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那些錢都不多 當他這樣 真是去破碎他自己 傾倒影響了範圍裡面 他就在影響旁邊的人 有不同的情緒反應 其中 門徒 這個剛才說 就是 猶大就說他 他在這個氣氛裡面 他影響到猶大有反應 猶大就借他 哇 搞錯啊 其實他心中 是挑起了他的貪念 但原來不單止猶大 有幾個人心中不起悅 馬克風說 哇 何用這樣枉廢 原來你做一件事 總是有不同的反應 馬利亞做了這件事 哇 猶大馬上這樣看他 哇 還有一群人這樣看他 師妹 今天你為耶穌做一些事情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可能有些人欣賞你的 沒有人出來傳福音 你突然站出來 可能有些人說 真是厲害 你真是有擔當 但他們說 裝了東西 懶得驕傲 其實你做 可能被人說 不做又怎樣 被人說 你介不介意被人說 如果你介意的時候 其實我們死得不夠 有時候我們很介意別人看 死得不夠 寶羅說 我們與基督怎樣 同釘十字架 釘十字架 釘十字架 那意思就是要死得透徹 我聽過一個笑話 就說一個人 曾經借了錢給三個朋友 等於這個人不幸離世 在他的喪禮裡 三個朋友分別出現 即一起出現 在喪禮裡 跟離世的朋友 即是道別 其中一刻A走上來 A就掙他錢 就跟他說 真是不好意思 大哥 你曾經在我最艱難的時候幫過我 我這麼久以來都沒有認真考慮過還錢給你 真是對不起你 不過現在 沒有辦法 你都這樣 唉 我唯有把我的 情懷 留下來 這樣 B就走回來 就跟他說 你不是人 即是 想還錢 應該一早找人 能和就不同了 你記不記得 我上次來敲你們 不過你沒有應門 其實我真的有心還錢 這樣 講了一大堆 其實我 當他在跟他說話的時候 朋友師就出現了 就拍他兩個人的頭 你們兩個都不是人 人家最艱難的時候 借錢給你 這個又是推檔 那個又拆退還錢 我就不像你們這樣 這樣一副頭 我拿了一疊錢出來 我真是真金白人拿出來 我愛不愛 我數三聲不愛 我拿回去了 當然你說那個會不會犧牲 當然是起不了 這是一個故事 說話 即是說 真是一個死人 沒有反應 無論有些找你笨也好 有些真的拿在你面前養 如果真是死了 就沒有反應 但今天 保羅在說那種 釘在十字卡上面的 我們的生命 有時候我們有反應 對一些人的說話 對一些環境 對自己的成敗得失 總是很喜歡看看別人怎麼看 所以求神幫助我們 這是我們基督信 一個非常吊詭的地方 我們又是要理人 但又不理人 你明白嗎 即是我們又很關心別人 但我們又不介懷別人 對我們怎麼看 所以為甚麼 一粒墨子不是丟在地 你死了 就不會長出許多子 有死和生這個對比 你不是軟弱 你又不懂得剛強 軟弱和剛強這個對比 好像是一個很吊詭的事情 但我們信仰裏面 如果你抓不到這個信仰裏面 一個靈裏面 我經常說 這個不是理性 不是感性的層面 是一個超越理性 進入靈性的境界 你進入靈性的境界 你會對這些理性感性 裡面的鬥爭 你會有一種屬靈的超越 所以屬靈的超越 我講transrational 那些東西 你能夠進入屬靈裡面的體會 讓神幫助我們 馬利亞做這件事 他們有很多的反應 這個經文我上次講過 今天不再講 寶羅 用了這個場景說 當我們散發這種香氣 有些人就是作活的香氣 有些人就是死的香氣 因為你真是為主活出影響力的時候 總是有人有反應 如果有些人沒有反應 就是證明你這股味沒有了道 就是沒有反應的 你要不就覺得 哇,那些榴槤很香 要不就打發臭都死 就是這樣 除非你吃的那個不是榴槤 是不是 要不就喜歡 要不就不喜歡 就是我們基督徒 我們活出 我不知道你有否試過過過年時 我剛才說關心些人 我真的其中有些朋友 就是未信耶穌的 我就關心一下他 哇,那個人 又知道我 他可能不太喜歡 剛巧我寫了幾句 什麼主因什麼的 他有第二個宗教信仰 哇,他一旦回來 第一句 就是 就難磨 那些東西 哇,就好像和你發過功 你來主恩常在乎 我又來南河 那些站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按到他的東西 是不是 要不就 有些說 哎呀,感謝主 你真的很久還記得我 我都需要你為我紀念 我也有朋友 在英國 還沒信耶穌的 就是二汶 我又關心他很遠 跟他說 那他很開心 我又找些招徒 總之有些人是很開心 有些人說 哇,我和你犯禁忌 犯禁忌 你那款耶穌 跟我這款也不對 那他真的反彈 我們祝福他覺得 他覺得犯禁忌 所以要不你怎麼樣 你做不做 當然做 照做 不要管他 當不懂字 這些字這麼深 不懂得看 再發另一個圖案給他 是啊 你要不就被冒犯 生氣 要不就求主保守 我們死了 你生氣 你生氣 你就輸了 感謝主 主幫助我 你那些字 我很少看 聖經裡面 沒見過這些字 再發過 再發過 哈囉 發給他 我發了一些 很好 教會做了些什麼 興起作炎 衛生作歌 我又發這些給他 不停炸他 最後他說 我老友 這些不要緊 我們給你一支相愛 我總是愛你的 很多年沒見 所以你有沒有試過 寶羅就這麼說 你真是在活的人裡面 是作活的香氣 在死的人裡面 作死的香氣 但是耶穌 跟那幫人 有不同的反應 耶穌說 由他吧 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 因為有窮人與你同在 只是你不常有我 由他吧 耶穌說這件是一句美事 因為馬利亞是盡他所能 捨身為神的 他是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預先曉在我身上 你記得在復活節 我曾經都說過這段經文 耶穌在十字卡 當時很孤單 只有兩個強度 所有他所愛的人 都跟他遠遠的 最接近耶穌 是什麼呢 那六個小時 從自時到生初 就是馬利亞這陣香膏 你想想 伴隨著耶穌掛在十字卡上 所以為什麼耶穌 記得他說我們去哪裡傳福音 都要說這個女人所做的 以為什麼 紀念 有兩個很重要的原因 第一 耶穌做這個 是一個預言性的祝福 令到耶穌在最艱難的時候 你想想 他在地上最後的時光 就是馬利亞的香膏 伴隨著耶穌 你在復活節的時候 你思考一下這段經文 在受難節的時候 我們看到耶穌 在他最痛苦的時候 馬利亞這種香膏的味道 對他還有一絲安慰 你想想 馬利亞所做的事 多奇妙 所有人 你看整個福音書 他們來找到耶穌 都是有所求 但是這個馬利亞 別無所求 正是為耶穌談到 談到他所有 完完全全地打去自己的生命 這個就是馬利亞為耶穌 所以他沒有說 你們去傳福音 講一下彼得的行在水面 你們去傳福音 講一下約翰 他叫在我空堂 他沒有說這些很厲害的門徒 耶穌就說 這個女人 她做了一些事 因為她做對了一些事 以至到是榮耀上帝 她的行動 她行事為人 她願意為耶穌擺上 求主幫助我們 在我們的行事為人 我們都願意為耶穌擺上 以使我們活出一個屬靈的影響力 好嗎 我們都能夠 毀身 作嚴 要興起 發光 這個求神幫助我們 時間緣故要快了 正當哪日 這個就是耶穌復活了之後 耶穌就去到一個村子 叫二萬五師 一起說二萬五師 二萬五師 然後耶穌親自 就近他們 和他們做甚麼 同行 同行 耶穌親自和他們同行 所以弟兄姐妹 我們今天都想 我們和人同行 所以為甚麼呢 我邀請大家 要去報我們13和20號 那兩天 我們一個講座 跟劉澤俊博士 就是我們學一下 如何和人同行 的聆聽 的認知 的了解 其實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 想和人同行 我們不懂 但是當耶穌同行 的時候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那幫人 在二萬五師 談論在耶路撒冷 一切的事 就是耶穌被釘十字架 當時耶穌和他們同行 他們眼睛迷糊 不認識他 因為耶穌復活了 轉變了形象 耶穌就跟他們說 你們做甚麼事 說甚麼 他們就站住 念上帶著愁容 兩個人中間 有一個叫甲流巴 他們就回答 你在耶路撒冷 坐客 還不知道這幾天 那裡出了大事嗎 耶穌說甚麼 然後他就說 那撒勒人耶穌的事 他說 他們所認知的耶穌是 一個甚麼 仙智 他說 在神中巴星面前 他說話 行事都有甚麼 大能 行事為人 有些力量 有影響力 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 竟然將他解上去 定了死罪 釘在十字架上 但我們素來盼望 要屬以色列文 就是甚麼 就是他 前面他是先知 現在 他說 被釘了十字架 應該是他 你明不明白 這群人 有多分裂 他不是一開始說 他就是基督 他不是 他是先知 不過他見到 他行事為人 有力量 然後 他又被釘了十字架 但是 我們素來盼望 就是他 如果你認真 聽聽這群哥哥 他們裡面的認識 超分裂的 一個覺得 他是一個先知 第二個 說話有大能 但是 不過又釘死了 其實我們是等著他來救我們 如果你認真去分析這群哥哥說 他們跟我們的信仰有時都挺像 好像知道不知道 有些事情 就是戀七八糟 不但如此 這是成就 現在三天了 再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 使我們驚奇 清早去到那裡 又不見她的身體 回來告訴我 見到天事顯然 嘩 說她活著 又有幾個人在村裡 所以就好像這個婦女說 只是沒有看見她 藍色的字 說到她裡面的疑惑 前面的信仰好像又捉到一些東西 又捉不到一些東西 不過現在又聽到一些東西 你明白嗎 這個就是他們當時的狀況 那麼耶穌呢 活出他神覺的影響力 耶穌先跟他們同行 第一件事 所以我們怎樣活出神覺的影響力呢 你要跟他們同行 親自與他們同行 明白嗎 我很感恩 我們敬拜有個盤 我們一群傳道同工 其實我們一群組長 我們教會裡面 很多的弟兄姐妹都願意踏出這一步 與人同行 所以如果你在網上 可以給個讚 再加上 我們一起為耶穌與人同行 好嗎 我們要為耶穌與人同行 耶穌跟他們同行的時候 就說 無知的人 先知所說一切話 你們的信心怎樣 信得太遲頓了 信得太遲頓了 所以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信得太遲頓了 他們不是不信 不過信得奪一點 你明白嗎 信得奪一點 他們就是這樣的情況 基督這樣 受害又進入他永耀 起不時應多嗎 於是從摩西 和眾先之喜 一凡指著自己 說都給他們 怎樣 講解明白 請問你 他們以前聽過沒有 聽過的 但是要重講一次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這些聖經我讀過 有時候再讀是不一樣的 我們自己也知道 傳道同工 我們現在這幾年 做天天聆聽 做很多 我們就有很大的體會 再讀是不一樣的 再一班人讀又不一樣 我以前雅各書 可能生活師一個教 現在一班人一起 又有不同的體會 大家的不同眼光 我因為預備藥書阿記 我自己 其實我教過的 當年 我自己在教會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教過整個藥書阿記 這次我預備 我就沒有用到之前的筆記 我重新做 然後我們去年 前年 我們整班同工 都一起幫助我做天天聆聽 剛好我去了美國的時候 我就一口氣從第一章 聽到二十四章 聽到所有的同工說 嘩 我就發現了 我們的同工 真是不得了的 如果你在網上寫 復興教會的同工 不得了的 給個讚他們 真的很好 每一個的看見 每一個的體現 最奇妙的 那種銜接性 那種流暢度 那種整體性 真的好像 一起寫的 令我很大的開啟 雖然看過 再看 一起 所以這裡 耶穌幫助他們 使他們能夠有一個開啟 接著 接近他們的村子 耶穌好象 還要往前走 他們留著耶穌 時候晚 日頭平西 勉強 耶穌跟他們住下 耶穌就進去 要跟他們一起相處 到了坐席的時候 耶穌就拿起來 拿起餅來 竹蛇 抹開 第級他們 就怎樣 眼睛明亮 認出他來 忽然耶穌不見了 他們彼此說 他跟我們說話 跟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 豈不是心裡火焰 時間有限 所以我會比較快些 這裡我只是想跟大家說 你怎樣知道自己 有沒有活出神覺的影響力 剛才我跟大家看 以彼此所說的經文 做了出來有果子 即是我們認識了 做了美好的事情 做了出來有果子就是了 從耶穌這一段的事跡 我給大家三個檢測包 好嗎 現在流行的檢測 那些 就是 那些 那些 我今天 就從這段經文裡面 給三個 中文的index 中文是什麼 指標 三個指標 你寫下這三個指標就可以了 你怎知道你是活出 熟靈的影響力 神覺的影響力呢 你就看看自己有沒有這三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 叫什麼呢 當耶穌跟他們走的時候發現 本來他們眼睛迷糊 但是 耶穌跟他們同行完之後 他們怎樣 眼睛明亮 眼睛明亮 你看看你今天跟別人同行 有沒有幫助有些人 瞇一聲看清楚現況 我記得我也聽過一些見證 在社會運動的時候 有些年輕人也好 有些 很多的情緒 狀況 但是 我們的同工陪伴同行 然後慢慢慢慢 突然間有些的視覺 不同了 本來只是某一個角度的視覺 突然間開闊了眼睛明亮 我都記得我自己講過的見證 以前我跟媽媽住 曾經一段時間我們關係都不好 我上次就是我們在藍田搬去青衣 因為近的教會又大一點 我當時以為已經很盡力 去嘗試孝順老人家幫助他 買家裡的家電給他 中間長話短說 有很多狀況 我不明白 我覺得我已經很盡力了 我認為我做所有事情 都是為家好、為媽媽好 我認為 記住是我認為而已 就好像我說買花給老婆 不過被她罵的情況 你做這件事 一件好事 未必你做對一件事 你對她不對 就不對 同時 我當時覺得 我們本來住公屋小小 然後搬清衣大一點 然後又買好家裡的家電 讓她不用洗衣服 買港衣機 總之做了一大堆事 硬是做的 她都不滿意 搞搞一下 我開始自己都心煩氣躁 誰知道 有一個姐姐 就來關心我媽媽 了解她的情況之後 就來跟我聊聊天 即是跟我同行 本來我眼睛迷糊 我覺得 媽媽真的年紀大了 開始轉牛角尖 即是覺得她有問題 但是 當那個姐姐跟我聊完之後 開啟了我 眼睛明亮 我突然發現 突然明白了 原來我媽媽 在香港出生 然後打仗 走爛 還故意被人收養 然後人家逼她做同樣 她不想 原來她對家這件事 她有她特別的情懷 所以很不容易 我們小時候在藍田長大 當我們交一間公屋給政府 因為我們不夠錢 做兩邊 細節這件事沒有時間說 新牧師還有印象 我們去找 交一間公屋 那種艱難 要交給政府 嘗試我們 想在神面前公義正直 但我想這件事 榮耀上帝 原來我媽媽不開心 就好像剛才說 弟兄在家賣樓的事件 她沒有做一些事 令她快點得到貸款 然後家人可不開心 我媽媽當時不開心 但我不知道 我做了這麼多事情 令你好一點 然後在我的角度 在我的視覺裏面 我當然是覺得我適合 原來我媽媽 她裏面有一種情懷 但我幫助不到她開啟 我問了她很多次 她說不到 所以為何你要讀劉澤進課程 特別是跟長輩同行 你問她問題 但她答不到你 我媽媽 你有甚麼不開心 你會說 沒有 但你知道她沒有 但我最初以為她不肯說 原來她不是不肯說 她是不懂得說 她不懂得說 撞作一個不懂得問的人 就慘了 她不說 我又不懂得問 我就說 越說就越和 是的 因為我又不懂得問 她又不懂得說 但到最後 我眼睛迷糊 令到我眼睛明亮 開啟了我 我開始懂得問問題 你快點讀劉澤進課程 快點報名 然後問完 我突然間出了四個字 跟她聊天 就是叫寄人離下 原來我媽媽在她走爛的過程 她以前在大陸被迫 很不容易 以前我小時候住木屋 她經常火災又要走 然後 上到藍田的公屋 對她來說 這件事有個家 是這麼重要的 然後當我原來還回了公屋 給政府 她突然覺得 現在只是住在你家裡 她覺得住在你 即是跟我說 住在你家裡 所以我媽媽 原來有一種這樣的情為 她自己都說不出來 但是當有人幫助我 開啟了對於我同行 突然間令我眼睛明亮 不會覺得自為是 幫助她明白 我突然間就開始進入到這個世界 我知道為什麼她會有這種情緒反應 其實她說不到 她不懂得說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是這樣 你以為我很多話說 很多話我都說不到 有時候我太太幫助我 其實我們人和人同行 有很多時候都眼睛迷糊 我們很多執著 很多偏見 很多偏執 所以求助幫助我們 請劉澤俊博士那兩個幫助我們 一起學習 一起在神裡面 但是如果你想想 你今天跟一個人同行 他有沒有因為你的緣故 眼睛打開了 他還是向你投訴自己的老婆不好 經常向你投訴自己的老公不好 經常向你投訴自己的小孩子不好 經常向你講自己的工作單位不好 在他眼睛裡面總是有這些事情 那時候你怎樣幫助他呢 有沒有一些對的問題 你學習可以問他呢 你有沒有一些討告神 給一些原性知識言語 可以幫助他 突然打開他的眼睛呢 鄧姐妹 這個我們要學習 令到我們自己的生命裡面提升 第二個 所以這個自己看 上次我都說過 眼睛就是身上的燈 眼睛亮亮全身都光明 所以我們要醒察 看看我們裡面有沒有黑暗 所以第二個就是 當耶穌跟他們 從仲先知一路講的時候 跟他們講解明白 丁頭腦通達 講解明白就是頭腦通達 你當你跟一些人同行 你有沒有活出神覺的影響力 有沒有一些人 因為你的緣故 他頭腦通達了 他不會轉牛角尖 他不會在一些地方裡 他突然間 在他的職場裡做一些有智慧的決定呢 他突然間在他的學業裡做一些頭腦通達的回應呢 我沒什麼時間在這裡再講見證 我記得心目師上次說 有時神感動他去關心一些人 問一問候 其實在這個關心的過程裡 有些我也認識的 有些我也知道 我們一起聊聊天 也聽見有些心目師都關心 突然跟我說 對呀 就是妹妹在那個艱難的時間 最困難 心目師就來找了 然後為他祈禱 突然間在他做的工作 做生意 某些決定裡面 咛咛一聲 他們就會 試過有個弟兄跟我說 明明有個決定要做 最後就沒有這樣做到 走到另一邊 突然間好像看到一條路 結果又不一樣了 感謝主 求神幫助我們 能夠在耶穌裡面 同行同行 使得人家眼睛明亮 使得人家頭腦通達 你試試你今天 可能有些事情跟你分享的生命裡 很多很多事情 打了結了 首先你自己不要亂 有時我們學習 主要你幫助我 幫助我聽得懂他心裡的問題 所以這個聽見 我們要裝備我們自己 有時我們需要有神的大能 我們需要有恩賜 我們需要有知識的言語 你頭腦通達 你幫助他突然間清智 你的問題就是這樣 你現在面對這個情況 就是需要這樣 頭腦通達 你挑戰他 能夠不僅在他的視野裡 他的水平裡看事情 如果能夠突破他的生命 從屬靈的境界 頭腦通達地 能夠看見情況 他的生命 將不會這樣停滯不前 他的生命 將會能夠經歷到一種 豁然開朗的生命 本來這幫人 他有很多事情都不懂 不過不明白而已 有些人的關係上面 他得著在 有些人的工作上面 或者你現在要做一些 生活的決定 你好像覺得很混亂 一堆東西 扎著 我們一起為他祈禱 可能神給你一些說話 一段經文 你開啟他的生命裡 要他的頭腦通達 以至到他能夠做一個 能夠榮神益人的決定 因為我們是光 光在黑暗中 就發揮作用 最後 那幫人說 跟耶穌走完一段路之後 他們的心裡有一種感受 他說心裡什麼 火熱 一起說心裡什麼 火熱 你想想 今天你和人吃完一頓飯 那個人回家 之後他帶著一種什麼情緒 火滾還是火熱 哎呀 今晚又浪費了時間 希望不要這樣 如果我們應該和人 一起相處 一起生活之後 能夠一種心裡火熱 能夠一種心裡積極了 又愛住多一些 他本來帶著一堆問題 跟你伸 但你跟他分享完之後 他開始眼睛明亮 看清楚 第二頭腦通達 想清楚 第一個是看清楚 第二個是想清楚 第三個就是心裡裡 有一種熱誠 一種積極 一種動力 願意繼續向前走 這個就是我們要活出神覺的影響力 三個東西 看清楚 想清楚 以及心裡裡有一種動力 願意繼續向前走 那種的 passion 那種的力量 不會覺得想放棄 所以這就是耶穌 跟人同行的時候 有三個屬靈的index 所以今天我們求助幫助我們 能夠行事為人的影響力 好像瑪利亞 好像耶穌一樣 我們今天 是一個月的頭一天 本來要寧聖餐 但是疫情 我們不會有一個實體的聖餐 所以我們當中的弟兄姊妹 我們國內的家人 有廣州的 有深圳的 我們一起 在善上裡面 我們一起去 去共睦主恩 在耶穌最後的時候 設立了聖餐 今天說耶穌釘十字架之前 和釘十字架之後 但是就在他釘十字架之前那晚 他設立聖餐 他叫我們要紀念他 他用餅用杯 叫我們紀念他 他的身體為我們降生 為我們要寫命 他的血為我們流 要洗剩我們的聖餐 所以今天 我們不能夠真實體 抹餅還是聖餐 是讓我們一起去回應神 好嗎 我們好像瑪利亞一樣 就在耶穌腳前在意他 我們都可以好像馬大 成熟了的馬大 繼續服侍主 繼續在意神 我們在神面前去領受 我們願意捨身為神 首先我們要經歷耶穌的祝福 我們要眼目光明 我們要頭腦通達 我們心裡火焰 我們自己未經歷眼目光明 可能我們都有自己的良目在自己上 不過看見人家眼中有近似 今天我們求神幫助我們 不要眼睛迷糊 我們要眼目光明 今天可能你覺得很混亂的思緒 求神幫助我們頭腦通達 今天你覺得心很冰冷 你求聖年再一次充滿你 令你心裡火焰 好嗎這時候我們把手帶到心裡 我們在靈裡同領這個聖餐 就好像有經過說 心靈的國禮 還有今天我們有心靈的聖餐 在神的面前 這個聖餐的禮 是讓我們能夠再一次與主聯合 再一次在這個藥裡面有份 波羅說要聖餐自己 如果我們心中的軟弱得罪神 救神去到更生去拿走我們 就跟我們每一個人不再一樣 聖著這首歌我們一起回應好嗎 我們一起起床 我們一起起床 來的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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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賜給我生命氣息 賜給我溫柔的心 讓我能全心相信 是想無人能夠取代你 一生只願為你 祝我先向自己 成為愛的器皿 來完成你聖餐 一生永不放棄 祝我先向自己 就輸著我生命 指教我你命定 我全人只為你 一生只願為你 保持瑪利亞 他願意為耶穌打破了這個玉瓶 以致到這個香果可以流露出來 今天有沒有些事情 我們要為主破碎的呢 可能我們有些自己 執著不肯放的東西 都為主破碎 你握得很緊的是什麼呢 什麼是我們今年要毀身作嚴 首先要擺下自己 融解自己的東西 我們先將這份香果流露出來 成為那種能夠有屬靈影響力的祝福 兩姐妹 要破碎的是什麼呢 要破碎是我們的面子 我們的執著 有時候自己在說話上面 和人有些誤會 有時候自己在說話上面和人有些誤會 有時候我們大家都站硬的 不想踏出那步和人去解了這個結 是要融解自己 救神也幫助我們願意溶解自己 破碎自己 好嗎 哈利路呀 你開始為自己祷告 如果這個關係上面有嚴規 你不單為自己祷告 你也為對方 這個就是聖餐的意義 我們可以聯合可以修補 可以在神裡面真的做一次和好 你試一下在今天發一個訊息關心一些人 打個招呼 新年的文安 讓關係能夠修補好嗎 哈利路呀 眼睛明亮 頭腦通達 心裡火焰 祝你祈福我們 讓我們每一個人在你面前 經歷上來的祝福 阿們 再次好嗎 我只願能更多親近你 依偎在你 痛在你 更接近你的心意 我只願能全心依靠你 永遠不離開你 是你賜給我 是你賜給我生命氣息 賜給我溫柔的心 讓我能全心相信 世上無人能夠取代你 一生只願為你 來吧 我們獻上我們自己 是我獻上自己 成為愛的親密 成為愛的親密 阿們 來完成你旨意 一生永不放棄 是我獻上自己 成為愛的親密 成為愛的親密 來吧 我們獻上我們自己 成為愛的親密 成為愛的親密 來完成你旨意 一生永不放弃 请我献上自己 救赎的我生命 只教我你秘笛 我却愿只为你 一生只愿为你 我相信圣灵正在感动很多人 真的要面对自己的生命 要破碎很多不属于神的事情 不要让这些不属于神的东西 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我们只会越流生命越败坏 越多不开心的事情在我们里面 想我们能够面对破碎是一种福气 是一种迈向 就像圣经那样说 神的律法不再刻在石板上 刻在我们的心上 在新年的时间 可能我们都会吃很多的挥窗 很多时候这些是一个损换 但更加希望这个成为我们的见证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一个不单自己的祝福 亦都能够使别人蒙福 如今年的主题 毁身作弦 兴起发光 所以愿主祝福各人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们继续蒙福 谢谢主 看我们各人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 阿们 阿们 祝福大家 眼睛要明亮 看得通 祝福大家 想得到 做得到 好 今天我们的主日诵伴就到这里 结束了 最后一次跟大家拜年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 主恩上座 为身作严 兴起发光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